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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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我的女儿就会比较难待 所以妹妹就说 姐 你孩子比较这么小就这么叛逆 不然你给他去慈禁幼儿园 她也顺其自然地就读了幼儿园 然后那时候我们幼儿园一年级 直接就是上人文学校 大女儿跟上人的姻缘很深 她把我带进慈禁 我性格比较急 然后我要做东西又要做到很完美很好 所以有时候说话方面会很伤人 会得理不饶人 在那一段期间因为我生病了 我人静下来了 就开始听到上人开示的内容 上人的四神堂改善了我的体质 因为感恩曾经伤害我的人 我才会有今天的我 然后成就今天的我 所以因为学会了感恩 我们就学会了善解 然后当你包容他 再来的是自足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感恩上人 就是他给了我一个很幸福的人生 从很小 就是因为有阅读障碍 所以学习上也不是很好 上人的书 基本上我就看懂 比较简单的一些进士语 然后也从中学习到很多 就慢慢这样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学起来 上人说 一个人嘴巴脾气不好 心地再好也不算是一个好人 那时候我在想 其实我也是一个好人 可是我嘴巴和脾气如果不好 再想一想也不算是一个好人 所以这一句我一直记在心 到今天我觉得还是在修 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今生学不会 就来生再跟这上人一起 再继续学 还有 一边 小兹 没关系 她又不是没有 继续学 勇一路 Wellne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